現在我們要叫的是第二愛考的山崩 幫山崩 幫了啦 吐石掉下來幫了啦 吐石的移動有三種 第一種是快速的掉下來 那個叫做山崩 岩屑啊這些快下來叫山崩 第二種是慢慢的移動叫做潛移 火中不焦 第三種是混著水一起往下沖到吐石油 我們之後會焦 所以叫快速的幫了啦 叫做山崩 用李化老師的講法就叫做下滑力大於摩擦力 就掉下來了 叫做山崩 所以重力的影響快速的掉下來叫做山崩 這裡有一個山崩的影片 這個影片在台灣的網頁上說它叫日本吐石流 可是我覺得它不是吐石流 因為我看不到水 我覺得它應該叫做山崩 我覺得它應該叫做山崩 哇 基本上蠻壯觀的嘛 這個網頁上說是一個公務員正好經過 所以拍下來的 會想不太清楚 公務員是一個公務人員的馬燈 你們有看到什麼混的水嗎 沒有嘛 所以他應該不叫做五十六 他應該是三峰 是 整個換回來 應該好像沒有 因為他那裡會齊 應該會不會 他們是以為你就知道會散開 對啊 好奇怪 他感覺有點不知識 真的沒有 好 好 那就是三峰的影片 幫了來 為什麼會三峰呢 第一個最愛考 瞬向波 當然我要解釋 瞬向波最愛考 波渡頭 這也會問 波裡不再過重 水的影響 這也有人考過 然後呢 人為泰巴不大 就是這些會三峰 最愛考的叫做瞬向波 好 那一年記者問我 我說瞬向波 他後來就說我猜題好準 我沒有猜題 因為本來就愛考這個 就好像是三峰 左手邊那叫瞬向波 沿程走向跟波的走向大致一致 叫做瞬向波 波往左下角滑 沿程也往左下角 叫做瞬向波 右邊要逆向波 波往右下角 沿程往左下角叫逆向波 現在每一本教科書都有提逆向波 但是目前為止沒考過 你看到瞬向波的樣子 就一副長得更大的樣子 一副長得更大的樣子 所以瞬向波很容易造成三峰 就很容易又會滑下來 所以整個容易要掉下來 所以要盡量避免 在那邊蓋房子 修馬路 不過嘴巴這樣說 你就是非蓋不可 你還是得蓋 OK 就是林肯大俊 這是一個著名的災害 你現在上網也搜尋的到 就是 這裡有一個瞬向波 你看旁邊的那個圖片 然後有瞬向波 然後他把坡角挖掉 然後可以蓋一個平地 然後蓋房子 然後下了大雨之後 然後整個就滑下來 衝進房子裡面 左邊的照片 然後有一些 就是造成一些傷亡 還有上一次你們有印象嗎 本來都要大手沾 有印象嗎 那也在瞬向波上面 所以瞬向波就特別容易 幫了啦 瞬向波 考試就考什麼 畫一張圖畫幾張圖 問 一 哪裡最容易崩 通常會選那個瞬向波 容易崩 第二 問你在圖上面有幾個瞬向波 會看出來誰是瞬向波 OK 這樣考你 好 好 再來就是坡度 坡度太陡 都很正常嘛 越陡越容易滑對不對 所以考試畫圖啊 一個陡一點 一個平一點 問你說誰容易崩 當然就陡越容易崩嘛 坡度太陡 所以呢 我們在 既然想要把坡變緩一點 所以像那個高速幕旁邊 都會把那個坡之後一些修剪 讓那坡度能夠稍微改變一下 OK 再來就是坡頂負債過重 太重了 李化老師有教嘛 重量大就是下滑分力大嘛 就容易會超過嘛 所以會掉下來 就是下滑分力大 我們家那個新店那邊有一個山頭 就崩了好多次 因為他在上面幹一頭拉股的房子 一頭拉股的房子 坡頂負債過重 這會卡水的影響 雨水叫做山崩第一號殺手 他不是把山崩殺掉了 是他最容易造成山崩下過大雨很容易崩 因為他同時做兩件事 第一 土體含水之後下滑力會增加 第二 岩層中有水分比較潤滑 摩擦力會減少 既增加下滑力又減少摩擦力 所以更容易使得下滑力大於摩擦力就崩了來 所以特別容易山崩 所以當然會告訴你 下過大雨少往山裡跑 因為很容易就給我崩了來 很容易就給我崩了來 那個以前的那個太極俠 我現在叫做天梯那個地方 當年就是因為發生一次重大的山難 所以就封山很多很多年 然後再重新變成天梯才開放 就是人下過大雨之後 大家要去遊山玩水 要去那邊玩 傳說啦 有人在那邊吹哨子 要集合 哨子一吹聲波一震動 東西就轟轟的會打下來 死了很多人 還有些靈異故事 你看到他還沒問 就是這樣子 所以下過大雨少往山裡跑 因為可能你這個給我幫你來 雨水是山崩第一號殺手 既增加下滑力又減少摩擦力 所以要做一些排水設施啊什麼之類的 邊坡穩定啊不容易崩下來 還是人為開發不大 像你看這圖上面顯示的 那個旁邊叫坡腳 你把它砍掉 可能還會多個平地嘛 還會多個平地 這樣還可以蓋房子啊 才可以修馬路嘛 可是這樣他就會怎麼樣 失去側向支撐就會不穩 就容易崩了下來 叫人為開發不大 亂砍術啊 水土保持不佳你都會造成 所以我們說我們要做好定質調查啊 最好水土保持工作啊 免得他會幫我來 可能他的幫我來就是狀況 OK 那麼燕色斧 幫我來之後篩住河道 這樣旁邊就會形成一個叫燕色斧 我們在前面講 醫生都提過他 這個燕色斧很麻煩 為什麼很麻煩呢 他是土石幫我來下來的 他本身有沒有經過壓密啊 讓他結實啊 沒有 所以他很容易就怎樣 垮下來 垮就麻煩了 他等於是個水庫啊 一大堆水 所以通常就是大樣子 就往下面沖 也會對下游造成很大的傷害 那地震之後 有很多的燕色 我們921的時候也有一些 那像那個什麼四川大街 就出現很多的燕色 就要想一點辦法 慢慢開個洞 讓他水移不掉 有些人會自己會流掉 就比較沒什麼問題 有些人比較想辦法處理掉 可是他可能容易對下游造成傷害 燕色 OK 方若子他容易會崩塌下來 OK 造成惡度的傷害 那怎麼辦 怎麼辦 不是 想辦法 比如說我們彎要坡腳 蓋什麼東西 擋土牆啊 擋住啊 然後這樣可以這樣子嗎 擋土牆這玩意兒 基本上是靠重力擋在上面的 有人會加一個地毛伸進去幫忙抓土 會更牢靠一點 但基本上他並不是很堅固的東西 所以他不能夠太高 長大了要去買房子啊 走進社區看到一座萬里長城擋土牆啊 你不要去想 哇 這家公司真的是工程技術真好 這麼大一個擋土牆 那是一個危險的訊號 表示他當初挖掉一大塊 他才需要這麼大一塊擋土牆 除非你非常確定 他把所有該做的水保溫溫溫溫都做好 否則離他遠一點 那是一個危險的象徵 他擋土牆太高是一個危險的象徵 危險的象徵 不要 不能夠太高 好 不能太高 擋土牆 擋住他之類的做一些措施 然後呢 在剛剛講下過大雨 少往山裡跑 剛剛才下完好多好久好幾天都在下雨 在這裡悶得發慌了 所以一定要天氣好不容易起暖了 就趕快出去玩 可以 出去玩 好 但是不要往山裡去 因為那時候很容易會放了 雨水是山峰第一號 所以下過大雨 少往山裡跑 就是告訴你山峰的問題 考試最愛考順項坡 請你要會認出來 長成什麼樣子叫做順項坡 考試畫四張圖 有順項坡 有逆項坡 有坡度頭 有坡度寒 你可以看得出來 誰容易幫了 誰容易山峰 這就是你要學會的事情 OK